so 剛剛講的 上禮拜五打成一團 可怕的是 我覺得明天一定更可怕 因為上禮拜五 還是在立法院裡面 後來開始 民進黨的支持者 綠色開始落狼來 落狼來了以後 明天更是有很多人在外面包圍 在包圍的狀況下 一定會讓這個情緒更高漲 好 更高漲的狀況下 其實要問一個問題 怎麼會打成這個樣子 怎麼會鬧成這個樣子 到底這個法案是怎麼弄出來的 還有現在 剛剛講的是黑箱 那國民黨講 如果沒有黑箱 我早就已經公布了 但是問題是 你最終的版本 難道是真的按照黃國昌 那個最高機密的版本嗎 而這個最高機密的版本 真的是開會的那天 才送進立法院嗎 包姐 我們現在看到 是上禮拜五的國會大亂鬥之後 你看引來這樣 在當天晚上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民眾聚集在外面 準備說什麼 這個太陽花再第二次的感覺 那我跟他講 明天521來說的話 恐怕這個局面 只會更加激烈 更嚴重 為什麼 今天賴清德他講了什麼 他說立法院要遵守什麼 立法的這個程序正義啊 所以他點出程序正義的問題 等一下 你說 今天賴清德已經很明顯的 站在民進黨立法委員這邊 而且賴清德已經開火了 對 所以程序正義 他們把這個程序正義列為一個 重要的這個指標號 那到底有沒有程序正義 這個所謂的國會職權擴展的 這個法案裡面來說 而且 事實上很多委員都說 他們當天晚上七點才拿到知道 我們要表決什麼 那不要根本有了都連看都還沒看 就開始在那邊表決 所以他們事實上 他們連表決的條文內容是什麼 他們完全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對 那不是講說 前一天晚上都已經公告 都已經在立法院的網站上面 你要表決什麼 有28個版本 對 那為什麼會被人家討論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最後公布的 最後通過這個版本 人家現在才解明說 原來是黃國昌跟翁曉靈 他們前一天論稿之後 最後送到這個大院去表決的 也就是說 其實他都不太清楚 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也就是之前雖然有28個版本 28個版本剛剛講的 這個內容都有彼此的矛盾 有彼此的底數的 照理講說 你有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底數 你應該在委員會的時候 也就是在內政委員會裡面 各種不同黨派的人 你要在這邊好的協商 你在這邊溝通 甚至你要在這邊吵架 你要在這裡面辯論 辯論出一個好的版本 你要出去 如果當然你有不同政見 不同意見的人 你當然可以表達不同意見 這個時候你就要進到了 立法院的朝野協商 就發現很多的程序全部跳過去 才搞得現在雞飛狗跳 對 好 事實上正常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來說的話 應該是在委員會裡面 大家討論 大家討論的過程裡面 因為民進黨一直反對 反對 Bagger Bagger 所以國民黨的做法是說 那我們就送到大會 送到大會 送到大會 所以事實上在程序委員會 在程序委員裡面 並沒有經過明顯的討論 好 那28個都送過去 照理程序是28個裡面來說 如果假設最後要表決 你要表決出一個最終的版本 我們要投誰 投劉寶傑的版本 或是投黃之聰的版本 要有一個版本 問題是28個都過來 28個都過來之後 你要表決哪一個 我怎麼表決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28個裡面來說 很多法案來說 提出來是不太一樣的 譬如說這次爭議比較大 就是國會的所謂的 我叫你來這個國會做聽證 藐視國會 對 藐視國會 藐視國會來說的話 到底你職權 你藐視你要處罰的對象 是僅此於官員 還是你只有法人也可以處罰 還是民眾也可以處罰 這個每一個人的版本 並不太一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藐視國會之後 你到底是罰款 還是坐牢 這個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也就是這麼多28個版本 你沒有整合出一個版本的時候 那你表決在表決什麼 我們就講 而且問題是你在藐視國會的時候 你要求別人提出資料 那這個提出資料有沒有邊界 你可以教人家提出記憶資料嗎 還是你可以提出一些我公開的資料 你的資料能夠要到什麼程度 這個中間的爭議就非常大了 裡面還有幾個人是牽扯到說 如果法院已經有把這個資料調走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有人就說要拿過來 有人就說要說明原因 所以大家都完全不一樣的這個版本 結果我們就這樣講 原本有28個版本 要送到這個大院來表決 結果最後表決的可能都不是28版本 是最後黃國昌跟傅崑崎 最後一個版本就出來 所以人家才會開玩笑講說 原來最後的版本 這個黑箱裡面 對 只有傅崑崎跟黃國昌 兩個人知道 就這樣出來 出來之後就最後這個版本 就沒想到就表決這個版本 那最後這個版本 現在大家都說 搞不好連傅崑崎都不知道 因為黃國昌前幾天 接受直播台說 這個是最高機密 通過的版本是最高機密 真的到那一天才出來 所以就告訴你 現在很多人就是綠營 把這個程序不正義的問題 把他端上檯面 所以現在呢 等於是用這個當成個支點 去跟藍營對抗 可是黃國昌不是講嗎 我這個叫做再修正動議 要不要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圖上面說有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上面有個再修正動議 他說再修正動議 本來就是當天啊 從來沒有人一開就談啊 抱歉 大家都在你民進黨 當天鬥了四十幾個 再修正動議 也是這麼幹的啊 抱歉 問題是這些所謂的 這個最所謂程序的 這個裡面的內容來說 都沒有經過逐條逐條的討論 就是大家完全都不知道 尤其是因為這個法案是牽扯到 國會自己本身的法案的時候 更應該要小心謹慎 來處理這些事情 否則你看 現在目前為止 因為這個爭議性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你自己擴權的時候 你有沒有完全的討論過 然後所有的法條都界定的 不清不楚的狀況之下 當然這明天我認為說 一定會朝野互相開槓 好 後輩 你是我們這裡面等於說的 立法院跑最久的 對立法院的生態最熟悉的 我現在完全搞不懂 他們昨天有 比如說我在立法院的網站上面 有28個版本 今天國民黨跟民眾黨也都講 我都公開啦 我公開透明啦 我都已經公開了 我沒有什麼黑漿 可是最終 他真的討論的版本 並不在立法院網站上的28版本 而是黃國昌跟國民黨 最後那個晚上 那個早上才出來的版本嗎 因為他的版本 每個人的版本南原北側 所以呢 他在委員會的時候 他等於整包包裹 全部丟到 丟到 丟到朝野互相去 丟到朝野互相又沒開成 又沒有結論 那最後的狀況是前一天的時候 國民黨的 就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兩個去版 因為28個版本 南原北側我怎麼表決 所以我要去整合成一個版本 以往的話 其實立法院通常是 朝野互相去決定 即便哪些東西大家沒爭議 我們就寫好 要表決的用哪幾個去表 也會在朝野互相 但是因為他前面都沒有 所以呢 國民黨跟民眾黨 可是在這邊爭議的是 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那你今天是民進黨 完全在拖延啊 你民進黨今天 在這個所謂的委員會裡面 你發了 你開了四十幾個 三會動議 根本沒有討論 你今天到了這個 所謂的朝野協商 你就是來吵架的啊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跟你談啊 不是 我覺得說 這個當然有一部分是事實 但是你國民黨回過頭來講 你今天如果你這個版本 是在委員會就整合好 大家是不是在委員會就看過了 我剛講為什麼會變成 是黃國昌跟國民黨版 因為委員會出來的是28個版本 對不對 沒有這個 然後呢 朝野互相沒開成 最後你們兩個協商完 整合了一個版本 好 那我就照這個版本來表決 問題是 立法院委員會沒有 朝野協商沒有 那立法案怎麼幫你印這個報告 沒辦法印報告 沒辦法印嘛 你們兩個隨便拿上指數 還就是說 這個答案印給大家做表決資料 不可能嘛 所以他的狀況是 開會的當天 國民黨的立委手上有這一份東西 但是立法院意識書提供的 還是原本舊的多案病程的 那一個法案的一個表 那國民黨立委手上有 然後他們稍晚他們也有傳給 國會記者說你們手上有這個 但是之前沒有人知道說 你FINAL這個東西長成什麼樣子 那我今天講 你國民黨如果今天程序是反過來 你早早把這個東西整合好 在委員會的時候拿這個東西出來討論 即便民進黨說反對 即便散會動議 大家也看到這個東西長成什麼樣子嘛 而且我也必須要講 國民黨最後他們修正出來這個東西 的確比原本的版本好很多 原本畫巴拉肩嘛 秒釋國會 所以你第一說前面的28個版本 說得非常的粗糙 根本沒有這個什麼的親律 沒有這個一致的邏輯性 最後整合出來當你覺得比較好 那問題是你 大家就抓你的程序有問題啊 你程序有問題嘛 而且假如說到現在為止 比如說秒釋國會 因為還沒表決嘛 民進黨還是覺得說 你秒釋國會要判刑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你看他後來修正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你在委員會做委證 那這個他會排一年以下或罰金 那這個就不像原本 因為秒釋國會很空泛啊 你說秒釋國會你要最後去判刑 那很空泛嘛 那其他的東西他都是用罰金 那罰金的話 因為四至五八五號都已經給你了 這時候就告訴你說 他如果不來如何如何 你可以罰他錢 在五八五號 所以他最後 大法官釋憲已經有了 所以他最後這個版本 其實是相對合理多的 如果你國民黨一開始拿出來 是這個版本的話 可能就不會引發那麼多爭議 可是你在前面的時候 你是漫天叫價落地還錢 喊得亂七八糟 結果到最後你改出來是這樣 然後你看在看委員會的時候 大家都說黃國昌是附水組織 對不對 你看最後結果 對不起 是國民黨聽黃國昌的 黃國昌 所以你說這一套戲嘛 我們本來看到是 傅崑琦去拍黃國昌的頭 摸頭殺 那為什麼黃國昌可以接受 搞了半天是傅崑琦給了黃國昌 一個所謂的空白支票 讓黃國昌可以玩這一局 讓黃國昌可以主導所有的東西 所以搞了半天 傅崑琦其實是個草包 他搞不清楚 他是跟著黃國昌走的 黃國昌讓你有一個名聲 有一個舞台嘛 你看傅崑 副委員帶著大家在沖沙 實際上這套東西 其實黃國昌要的 我想說 這個會其實最早喊 喊國會改革是誰 是民眾黨啊 黃國昌喊完之後 傅崑琦加碼 喊了一大堆 問題是我講一句話 以國民黨現在的狀況 給你這套國會改革的東西 你會玩嗎 是你需要的嗎 他不需要嗎 我覺得他根本不需要 因為你現在的東西 你就已經 就已經玩不夠了 他副關係只會表決而已啊 你要這東西幹嘛 這東西是黃國昌需要的 黃國昌想要的 只有你國民黨立委在那邊 衝在那邊打 是幫黃國昌開路 是黃國昌要的東西啊 我就講禮拜五那天好了 禮拜五那天的時候 韓國瑜不是講說 我們開會看到六點 對 誰反對 黃國昌反對 民眾黨提案說 我們開到完為止 對不對 到底是 你現在告訴我說 到底是傅崑奇是黃國昌的小弟 還是黃國昌是傅崑奇的小弟 你完全看法不一樣 當然 其實是這樣子啊 因為這東西 從頭到尾都是黃國昌要的 傅崑奇只是要一個名 你看我現在帶著國民黨 衝殺的感覺很棒 問題是 你中間引發了那麼多爭議 到現在為止很多事情說不清 而且講白了啦 傅崑奇跟黃國昌兩個 一個是要鬥客戶界 每一個是要鬥韓國瑜嘛 對不對 你看表決那天 傅崑奇站在韓 站在韓國瑜旁邊 對不對 我是老大 而且你看到 那天辦了一個臨時的朝野協商 你看到傅崑奇對韓國瑜 是我一直在指責你 我一直在攻擊你 而且我還幫我指責 攻擊韓國瑜的影片 全部把它剪成短片 然後全部放到深藍的社團裡面 就是我嚇著你在表決 我管你韓國瑜要不要 對不對 我人數多 我表決下去 你給我上去主持 你給我上去消水 不管場面怎麼樣 我就講 王洪威不是丟出了那個 議場後面被包圍的影片嗎 我就問嘛 你那時候正常來講 你要去表決 很簡單 你要把爭議處理好 你要把院長的人身安全處理好 你國民黨那時候 只剩下那幾個女的 啊 誰 你要 誰要去幫 所以你說傅昆琦 根本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你該做的東西 都沒有幫他做啦 你就是 你不是一個在尊重院長 你覺得說你就是活該 你就是天津利益 該幫我敲嘴嘛 所以我該幫你做也沒有做嘛 所以傅昆琦在利用韓國瑜 我覺得他就是在鬥韓國瑜啊 講一些實在話 你今天來講 這個 這一套法案的東西 你國民黨自己的社會對話 有沒有做 也沒有做啊 造成這麼大的爭議 今天如果不是陳靖輝 被中嘉賓弄了一下 你國民黨在今天這個意識衝突上面 你可能還占不到便宜 大家輿論可能不會站在你這一邊 好 宇軒 而且搞了半天欸 這棒打老虎機之中 這個我就搞不懂了 今天弄得這麼麻煩 後來跟他講的 今天後來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去問黃國昌 不是你國民黨要提的嗎 結果是這樣 喊出最高機密的是黃國昌 他說最後在潤稿的也是黃國昌 按照受後子講的 我今天的這個所謂的潤稿 弄完了以後 是傅昆琦買單 欸 寶萊哥你就知道 為什麼黃國昌要給這個傅昆琦摸頭 拍頭 欸 拍頭拍了沒關係 因為老大還是我 不過坦白講啊 你今天去問傅昆琦 包括今天我們所有送進去裡面的版本 跟條文 這些細節跟內容 到底最終版本是哪一個 我們不討論他到底是不是公開透明的 請問傅昆琦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嗎 他不知道嘛 蛤 所以寶萊哥你要是這樣 他不是 這多可怕 欸 三軍 主帥無能淚死三軍 他不是無能 他居然是無知 我帶著大家 蛤 那往前衝 結果你往哪衝 你要衝什麼 你要得到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 欸 對 寶萊哥 所以我跟你講這很清楚 我講一個道理 各位就懂了 今天去到一間餐廳 傅昆琦是什麼 第一個負責買單的 第二個老兄弟來幫忙威威威威 結果菜是誰點的 菜單是誰下的 全部都是黃國昌 那請問一下 到底誰才是大哥 那當然是黃國昌才是大哥啊 所以最後final的檔案 真的是黃國昌為主嗎 所以各位 不是52加2加8 是8加54 那54票是跟在那8票了嘛 因為我黃國昌一個人 主導整個議案的流程 跟議案的過程嘛 審議過程我們不談嘛 難怪這個案子的fighter 是黃國昌 這個案子開始在 開直播跟人家吵架的 也是黃國昌 搞了半天為什麼是黃國昌 就描迫一下 那國民黨在幹什麼 所以我要跟你講一個重點 黃國昌叫以小不大 我今天只是一個小小八黨 民眾黨的總召 但我可以透過所有的法案 未來一旦通過之後 我寫的 我訂的 我規範的 要求整個所有立法院 113位委員造犯 所以你說今天這個頭拍兩下 屁股給他拍下去 黃國昌都沒問題啊 都沒毛病嘛 為什麼 因為你傅崑奇當公大頭 去買單嘛 但是我們要回歸到目的性 我就懂了 為什麼傅崑奇要當公大頭 因為理由很簡單 你如果了解傅崑奇這個人的個性就知道 傅崑奇他是不是名聲 臭名遠播在外對不對 大家個人不這樣認為 你知道傅崑奇最要的是什麼嗎 是什麼 要面子 他最在乎他的名解 缺什麼要什麼 他最要他的名解 所以對於傅崑奇而言 今天表面上 各位我們帳面上來看他是什麼 大總召 叫黃國昌 粉底仔 你去哪裡你就去哪裡 要你去哪去哪 我這個人想盡龍華富貴 想盡我的面子 但請問一下他有沒有得到理子 乎雷哥 他裡面要通過什麼都不知道 他哪有什麼理子啊 他有面子嘛 那你黃國昌有什麼 黃國昌有理子啊 我今天一個小黨八票以小勃大 我可以把所有的法案 在我的翻雲覆雨狀況下 全部唯我所控 都是我所訂定的 頂多就是一個翁小玲來跟我抬槓 那我這樣講這個局面你就懂了 一個翁小玲跟一個黃國昌 你覺得最後拍板 發音了會是誰 黃國昌 當然是黃國昌嘛 翁小玲只是 我講告知義務 黃國昌告知你這個義務 但我們講完了 那個藍白之間的組合是這樣 那我請問一下 藍白這樣湊起來 他們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這當中有一個很至關重要的角色 這個東西才能成局喔 我們剛剛一直講黑箱對不對 一直講草尾邪箱對不對 一直講為什麼要直接出尾對不對 但少了一個人 這些事情都辦不到 你知道這個人叫誰嗎 誰 柯建民 你沒有柯建民 這個雙黃是唱不起來的 寶俊哥 一個銅板敲不響 如果不是柯建民在文會 冗藏發言 擺爛 反正我就是什麼都不要 寸途不讓 有辦法直接交付嗎 所以你說 柯建民跟傅駿琦 兩個在唱雙黃 一個銅板敲不響 我直接跟各位講白話文 柯建民 傅駿琦 都在司法法治 如果今天柯建民坐下來說 好我們今天這條人來審查 柯建民說 好啊這幾條我可以 但這幾條我們可不可以再討論 寶俊哥請問一下 會不會直接復委 直接出委 不會 但不會嘛 就變得有討論空間嘛 所以就是因為柯建民 扮演壞人這個角色 這個我們大家都公開直播看得很清楚啊 請問在我們講的朝野協商 大廟那時候有沒有 把韓國瑜綁進去那時候 柯建民那個像是有要談的意思 沒有 說夠 盤鼓開天 女蛙補天 開始從鼓講到金 就跟你瞎唬爛 全部都亂承通 所以你說柯建民搞了一個就是我來破局的 我來踢管的 我是把碗給砸破的 因為你把碗給砸破 你就給了傅駿琦一個 胡作非為的空間 老柯就是鬧嘛 傅駿琦就是罵嘛 那最後他們講的就兩個字 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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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旦走路表決的時候 韓國瑜變的是什麼 沒有角色的 獨搞機器 他就只能立法院組織法第16條 請問現在委員開始表決 時間一分鐘 就每天只能唸這個 他一整天過來 你去掉沒有利益 沒有用的朝野協商 韓國瑜一整天都在唸這種東西 完全沒有作用 所以理由很簡單嘛 傅駿琦借有這部旗可以幹嘛 讓韓國瑜物以附加的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讓他的空間限縮到 根本沒有任何存在價值 而黃國昌得了理智 甚至連朱立倫都在這時候 踹上一腳說 這我們新北的 你就看這三個人唱的這齣大戲 最後會把誰給玩死 好 候成 柯建民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因為你長期跑立法院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今天國民黨搞了很多東西 包括我這個所謂的挑燈業 在我在這個所謂的 立法院的門口守著 還有我今天這個包裹表決 我今天強度觀山 搞了半天 都是柯建民以前幹過的好事 因為賴清德就講說 立法院國會什麼程序不正義 我講這些程序都是民進黨以前 八年改的 之前我們跑立法院的時候 哪有長成這個樣子 不是這樣的 你說現在看到很多東西 是柯建民幹出來的 以前我們 寶貝記不記得 以前我們看到朝野衝突的時候 大家都什麼 第一次言之間急在門口 急在門口幹嘛 衝主席台 對不對 要去保護主席台 去保護主席台 要去衝主席台 就是第一次言之間 只有戰武主席台 哪有人三天兩夜挑戰 對 那時候為什麼 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人多的時候 柯建民便宜心事嘛 原本表決是 議案從遠到去開始表決 什麼叫遠 就是說你改變動最大 比如說我認為這個東西要判兩年 你認為判三年 三年是比較遠 永遠到去表決 哪一個通過後表決到全部否決完 他們都覺得案子太麻煩 太多太麻煩啊 對不對 他就把它改成說 誰先遞案先表決 誰的案子先送去先表決 所以開始排隊嘛 然後排隊之後呢 然後排隊之後 你記得那時候前瞻的時候 還包裹 一次把幾千個案子全部打掉 這個案子我不處理了 那時候還 王靜民還跳出來說 一次不二一次 不是你們這樣講的 大家記住這件事情 然後 他們那時候還玩什麼偷吃步 好 大家都先送案先表決對不對 先送案先表決對不對 大家在排隊送案 你每次都這樣玩 國民黨去排 國民黨去排的時候 他開後門 開後門 他開後門 從後門衝進來 所以後來在蘇加拳時代 還訂了一個曹理想說 以後就是 早上七點 只能開前門 從前門這個地方進去 所以他才在前門排隊 才在前面排隊才是三 所以 為什麼 所以柯建平什麼 垃圾沒都敢用 為什麼王美會 那時候王美會 就跟警衛發生衝突 因為 大家就規定你們七點鐘 人家排的那個地方 人家要先進去嘛 他那時候想要衝警衛 就可以講說 人家這排的 人家要先送案的 你這時候要衝 王美會其實是要衝議長 但問題是 你規矩就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想說一個立委為了一個表決 居然要排三天兩天去送案 這是什麼國會改革 你們 你們要改國會改革 所以這都是柯建民的點子 都是柯建民當時乾的事情嘛 那你要你就把這東西先改過來 我覺得國民黨今天要做 你先把這東西改過來 不三不四不倫 不類的意識規則不改 意識惡例不改 然後在那邊 在那邊修一堆民眾看不懂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 第一個他們一定要先去做 然後在你既然是國會改革 其實你在委會的時候 你就好好審嘛 你為什麼要整包去丟 丟草野錢 然後我就看不懂 就說你在擠什麼 其實你在那地方好好討論 你在擠什麼 你在擠什麼又不是 沒有什麼見不得 以前是什麼 以前都是執政黨 執政黨因為總統急著要過 那個案子都不好看 所以呢 大家平安懵 都丟到草野錢去 大家都看不到 你現在國民黨也不是 你又不是執政黨 你在擠什麼 你為什麼所有的東西 都要丟到草野協商去 丟到草野協商去 也不認真開 也不認真開草野協商 理論上來講 今天在講草野協商 他草野協商都沒有 都沒有找韓國瑜開啊 他是說我們自己開啊 什麼 他沒有找韓國瑜開啊 他說我們自己開啊 沒找韓國瑜開 他要 我覺得富貴琪這個太惡劣了 我在這個草野協商的時候 我把韓國瑜架開 我把韓國瑜架空之後呢 出了市以後 韓國瑜不要跟我負責任 叫韓國瑜出來插屁股啊 叫韓國瑜找去協商 就很惡劣啊 韓國瑜有比大家 早拿到版本嗎 沒有嗎 差不多啦 我跟你講 為什麼富貴琪敢這樣對韓國瑜 版本沒出來嘛 韓國瑜是要找到哪裡去 而且今天來講 沒有人叫你協商 你是韓國瑜 可以修裡面頒個字嗎 不能嗎 不可能啊 院長怎麼去修 院長自己提修 提修的東西 那給他看見 所以沒有 你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你國民黨在做這件事情 你打著國會改革的旗號 可是你很多 應該做的 我覺得應該還好做 應該要透明的 都沒有做好 而且最後對一般民眾來講 最荒謬的說 你們口口聲說要國會改革 最後是大打一架通過法案 這是最荒謬啊 你用最原始的方法 然後去達成所謂的國會改革的目標 一般民眾看了當然就覺得說 沒有你現在就做什麼 好 雨萱 剛才講 我沒有曉得他是 他是這樣子對待韓國瑜的 而且還有一個是 他在急什麼 對 保安哥講到重點 我們先談第一個 到底在急什麼 我給各位一個概念 今天不是說 國會改革無法不重要 國會改革無法當然重要 但請問一下 如果517那天 全部案子審完了 又或是到了明天521 又或是我們再到這個禮拜五 再到下個禮拜二再審完 保安哥請問一下 他就效力而言 會不會有實質上差異 沒有差異嗎 完全沒差 因為他要訂落日條款 你今天他要訂說 我到幾月幾號的時候 開始正式試用 開始生效嘛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差這前後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會不會有差 所以你為什麼要急著 5月17號 要做這個政黨大對決 因為你現在62票在手 這個我們確定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委員會 就算出條審查 就算委會直接出位 那請問一下 對於最後的勝敗 會不會有影響 不會啊 因為還是你國民兩黨 國眾兩黨兩個人 決定說了算啊 所以這個只是過場 漂不漂亮的問題嘛 但現在怪是 怪在哪裡 為什麼要急在 第一個 517這個東西一定要送過 因為只有一個理由啊 只有一個理由啊 因為520總統就職 對就是要給 賴清德難看 所以賴清德直接 就回敬就 他就 已經喊囉 開綠燈打了 就讓你拍看嘛 不過你做的事就讓你拍看嘛 再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 在這次當中 柯建民會不會有這個角色 當然有啊 我們剛才是一直戲處到 如果沒有柯建民當那個壞人 他是沒有辦法直接出尾的喔 因為 不正義 難看 今天就是要有一個 無限杯葛 沒有打算跟你談的柯建民 這一場戲才唱得成 對不對 所以柯建民在當中 也要給賴清德拍看 這才是最重要的嘛 你說什麼 柯建民也要給賴清德拍看 怎麼可能 那法頭寶蘭跟我問一件事情好了 當天是不是我們講 所有犯賴系立委 大家親自的往前衝 那請問一下這時候 柯建民在台下幹嘛 散步 聊天 所有民進黨立委 壓著按兵不動 吳思瑶出一張嘴 你以為他體力特別好 到了晚上12點 還可以在那邊 抗議抗議 還可以屁屁屁居 他根本沒有參與武鬥啊 這些人作弊上關嘛 不是 武鬥的人都到台大音樂去了 他們如果真的要為了要讓賴清德好看 那請問一下 民進黨是不是全黨動員 但應該每個人大家都很激烈啊 大家都打人你死我活啊 怎麼會不是只有犯賴系 郭國文 邱志偉 衝嘉賓這些人在衝 再來傅昆吉做的最過分 你知道什麼嗎 他把朝野對立到一塌糊塗之後 對不對 藍綠二翼螺旋對立了之後 對不對 在朝野鞋上找他幹嘛嗎 他說韓院長啊 我跟你講你也有責任啊 你那種叫軟土生絕 你怎麼會讓這樣做 這是你的錯啊 將軍韓國瑜 他把所有鍋都甩到韓國瑜 甩鍋韓國瑜 他會想說我拜託一下好不好 我連我到底現在在表決什麼 我到底要協商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什麼東西都打給我 你怎麼可以就這樣 全部東西都怪給我嘛 但我坦白講啊各位 這兩個案子喔 不管你說國眾兩黨 所聯合推出來的案件 基本上來講 對於韓國瑜而言 他現在變得沒有選擇 你知道什麼叫沒有選擇嗎 第一這個案件 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明白 第二再來送進來之後 等於就是說協商 民進黨會說什麼 你院長對不對 他開始在高難過冷 國民黨會說你韓國瑜是軟 沒有這個沒有guts 印不起來 再請問不協商 你講到一個關鍵 柯建民早就可以試住 可是他發現這個 到了禮拜五已經打了 禮拜五打了 禮拜二已經落狼了 落狼大家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這個時候柯建民才開始放軟說 喔如果你願意協商休息的話 我願意跟你道歉 如果今天柯建民這句話 早半個月講 就沒有這件事了 永遠不要相信柯建民 對寶良哥說玩虛的嘛 我直接講坦白了啦 各位現在這個局面 你蒙心事論 你是民進黨支持者 對不對 我今天跟你講說 還要這個進去協商 然後讓步一下 請問你有辦法接受嗎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啦 半條都沒有給你過 那請問一下你今天是 不是所以 好壞喔 對那你是國民黨支持者 寶良哥我們剛才討論那麼多 請問一下他們 沒得退了 他們在不在乎透明 他們在不在乎透明 國民黨真的管你勒 我就是要過 我氣死了 所以請問一下藍綠到這種局面 沒有退路了 對啊你們兩邊都退路可退啊 不管你是昂貴 不管你賴心得 這種爛攤子被柯建民 所以傅崑奇 黃國昌跟柯建民 搞得天下大亂 對 所以他故意用黑箱 故意給民進黨一個明目 然後故意在那邊打架 大家打得一塌糊塗 亂七八糟 留了一個爛攤子 最後誰變得大胃 傅崑奇變得大胃 英派抬頭 柯建民變得大胃 英派抬頭 結果呢 把總統 把院長 今天在授應的那兩個人 通通牽著鼻子走 董事長 你說 出大事了 現在從賴清德的就職演說中 你說 居然美國出手了 不是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美國出手 應該反過來講 就是柯林 就是布林肯 到了北京被忍弱 然後到了普丁 去被熱誠的歡迎 規格一高一低 然後布林肯還跑去警告了習近平 有關他的國家補貼 有關他的產能過剩 有關他的兵工產業支持 原惡的這種 具體的犯罪事實 這些都是造成中美關係緊張 然後最新的緊張的高點在哪裡 在我們拜登突然間 給他發了一個行政命令 關稅多少錢 百分之百 百一百發的關稅嘛 一百發關稅之後 然後中共什麼反應 中共也幹回來了 波音也搞了 他兩邊現在打了貿易戰打起來了 我本來覺得中共搞我沒什麼好講 沒什麼了不起 我也不去那邊 可是我覺得覺得我祖坟冒清淹了 我現在跟波音的總裁同等級了 對 世聰也是 今天你們兩個人出頭了 為什麼 賴清德幫你們報仇了 賴清德幫你們出了一口氣 要感謝賴總統 就感恩戴德 我告訴你今天事情大條了 從我講一句話 兩岸關係只有更壞 沒有最壞 往下走 今天的調整 有這麼嚴重嗎 這個稿已經是翻臉的稿了 翻臉了 他已經講了我們台灣的位置 是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 這跑第一島鏈的重要性 我們是世界 我們台灣的未來是世界的未來 對 什麼意思啊 打仗了吧 台灣怎麼 台灣未來怎麼說變世界未來 我都不知道台灣 台灣未來就是台灣 就是台灣人自己安安靜靜過日子 不是台灣的未來影響到世界的未來 為什麼 打仗才有可能 這個牌今天這個就職演說 非常有骨氣 他說他是跟著什麼 蔡英文路線走 對不對 根本不是 這就是賴清德的路線 賴清德時代來臨 可是以前蔡英文的四個堅持也有講 兩岸互不隸屬啊 那跟我今天講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個都不是重點 我把標題練給大家聽 標題 我們民進黨一看就懂 別人看不懂我叫什麼 他說 打造民主和平繁榮的新台灣 新台灣 賴清德今天要打造新台灣 你跑民進黨 什麼叫新台灣 那就是昨天以前的蔡英文的 都是救台灣 新國家啦 新國家嘛 建立新國家建立新台灣 這是民進黨的術語嘛 我一看 新台灣造出來 所以它不是延續蔡英文政權 它是打造賴清德路線 賴清德要打造新台灣路線 所以說很簡單 今天北京的定位是什麼 務實台獨工作者 在整個文稿上出現了 你長久保商業行為有一個文稿不懂 就是當所謂的藐視國會隊出來了以後 之前民進黨抓了一個說什麼 歐洲商會裡面有一篇文章 他們對於台灣現在要搞這個藐視國會覺得很緊張 是說如果你今天國會要對我要什麼資料 我不給 那我會不會來扯上一個很大的麻煩 大家真的外商會在乎這件事情嗎 對外商現在在乎的就是台灣會不會走向 像美國一樣把抖音叫上的國會 然後進行所謂的聽證跟調查 尤其是很多人現在對於中國企業在台灣進行所有的業務 都很有興趣嘛 可是這件事情當然是有國安可以討論的 可是很多外商就擔心 那如果你引用這個條文 有調查權跟藐視國會罪 要我交財報 要我交客戶的名單 那這怎麼辦 所以很多企業就會擔心 真的會擔心 會不會衍生到 你是不是要把我客戶的機密的資料 都交到國會去調查 就像我要你抖音把東西給我交出來 你可以對抖音這樣 可是你可以對台積電這樣 你可以對其他歐洲的例如做風電業者 尤其風電也是我們關心的一個題目 這也是例如光電弊樣跟風電這些相關的 很多都是私募基金在台灣 那這是不是也有調查權 這也是大家會去想像 可是不是講歐洲商會只是某一個撰稿人 這個撰稿人只是把各種不同的意見給放進來 而且這個 他講說不代表歐洲商會的立場 對 當然這個因為這個法案 大家還沒看到完整的條文 或者是立法院出來會怎麼樣 可是這會引起恐慌事 那台灣未來會走向這個嗎 那我們是不是已經有所謂的調查權 我們其他的法院 那妨礙秘密罪 這個是不是也在立法院可以討論嗎 這也就變成是很多企業是擔心的問題 當然整個立法院現在變成黑箱的時候 那企業看得沒什麼 那這個也會變成大家說 那立法院未來這個是不是好好的掀 好好的贏 讓社會大眾說 知道你是怎麼修法怎麼討論的 那這還比較重要 而不是一口氣就要過關 那當然企業最怕的就是 你是黑箱作業過關 那是對他們最怕的 好 後世 當然講 現在大家就會問 我現在在吵什麼 我現在在鬧什麼 我到底是在談什麼 我剛剛講的 我現在國會有五個權力 剛剛講我有聽證權 我有調查權 甚至要藐視國會 他到底內容在談什麼 他現在這一次 大家主要吵的第一個 就是總統的國情報告 到底要不要固定化 要不要集問集答 那這個條文已經過了 就是固定化集問集答 這兩個條文二度已經過了 再來大概就是藐視國會 聽證調查 大概不外是這樣 那聽證 因為調查權是4585號給 那個時候就有 但是他原本的時候是漫天叫價 但是你看他最後就是我剛剛講的 民眾黨跟國民黨整合的這個版本 看起來是收斂的多 就是說他對於司法權跟 因為到底那個 其實他現在定完之後 到底怎麼行事 還不是很確定 但是他最起碼 對於司法權跟監察權的部分 他有一定的尊重 就是說你們已經調查了 那我就拿副本 是吧 我就拿副本 可是我拿副本 難道也不會知道你的內容嗎 不是 因為你司法權已經在調查 就是說我可以跟我要行政器官拿副本 我不是拿監察院跟司法院的副本 法院你怎麼調查 那是你法院的行政 那個是絕對不能調的 監察院也是你監察院 對 因為之前有一個爭議就是說 今天如果立法院要行使調查權 而這個調查權 目前也是一個 包括這個檢調單位 或是已經進到司法程序的這個問題 包括剛剛講的 你已經去調了所謂的 剛剛講的 你東洋去查人家的東西了 或者你今天高端有什麼什麼內容 你已經在爭議在談了以後 立法院可不可以去把 檢察官要的東西拿到口袋 之前只講說 連你調查的司法的部分 我都可以 現在已經把這個切開了 也就是當這個是司法調查的部分 立法院是不能碰的 就是說你司法調查 檢察官的行政 檢察官調哪一個東西 那是檢察官的東西 你不能說跟我來 給我來一份一模一樣 不是 所以不可能 檢察官有的我也要有 對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但是你要調的東西 你自己去調 因為本來就是這樣 法律的責任歸法律責任嘛 你這邊還是有政治責任 行政責任可以查 所以並不是說 他有的你都 你都完全不能碰 對 這裡切開了 我覺得他這裡是切開的 最起碼 比原本那種 漫天喊假的狀況 來得好得多 再來一個就是藐視國會 原本的狀況 他們什麼漫天喊假 什麼要判刑三年啊 什麼東西的 就聽起來很不確定嘛 那他現在收斂到什麼 比如說你在立法院 基本上他就是反質詢啊 偽政啊 或之類的 藐視國會有一個詞 但是他已經不像原本的狀況那麼強烈 反正就是主席跟你講說 你這樣不對 講了之後 跟你致死之後 你還是繼續犯 或者在立法院說謊之類的 那他就委員提案之後 經過立法院院會同意 之後可以法 立法院院會同意 要院會同意 然後就可以罰兩萬到二十萬 那你當然你如果不服 你就去跟法院抗告 因為最後還是法院做裁局 那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可是有人就直接說 為什麼不可以反質詢呢 如果你今天有本事的話 那兩邊來辯論啊 因為質詢是立法委員的權利嘛 你是來這個地方是備詢的嘛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到底 當然什麼叫做反質詢 這個東西 當然可以阿估 但是反正他最後的標準是說 主席認為你這個狀況不合適 那你就要聽主席的 然後呢 不管是委員會也好 還是院會也好 反正最後都要院會通過 那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講到聽證調查這一部分 對於一般民眾的 那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感覺很恐怖 那他最後的狀況是說 你如果不來 或你不配合的話 會罰一到十萬 但是我覺得台灣 不是美國那個制度 所以大家也不用想到 因為美國那個是 委員會中心的 subcommunity subcommunity 就是委員會底下的個別委會 去做調查他們權力很大 對 那台灣要走到那一步還很遠 我目前看起來 台灣會用的是什麼 你跟政府機關有弊案 那我就跟你講說 你把東西 你把這個相關的東西 應該要給我 台灣沒有那個長臂管轄權 所以你說要搞到說 像美國那樣什麼抖音那個 我覺得遠 像我們比如說 大家指引你這個所謂的 高端這個疫苗 你到底買多少錢買多貴了 我可以真的要你的合約來看看嗎 如果你高端是跟政府簽的約 我跟你要有過份嗎 對不對 但我跟你要高端的財報 那可能就 起個某個程度來講 因為我也常見 而且這個是民進黨以前的主張 我本來也認為 你要有調查權 你要有聽證權 你本來國會就應該要壯大 你不能變成了一個所謂的 行政院的立法權 那個東西 你對你整個國家 並不就是好事 可是我就是把這個東西 切開來 我覺得我當然支持啊 就是說你到底要 你不要擴權到太離譜嘛 比如我剛剛講 高端的 我跟你要合約 對啊 這個不過分嘛 我一個你要財報 你當然就 而且最後這個東西有沒有成立 還是法院判定 一樣就是說 你對這個不服 你就去立法院 那所謂的最後有刑責的部分 它現在變成什麼 只剩下就是說 官員在立法院 質詢的時候說謊 或說你在立法院的聽證做偽證 你說這最新版本是這樣 最新版本是這樣 這個有一年以下 那我覺得 我覺得他這個 限縮完之後的東西 聽起來就遠比 原本那個漫天悍假 來的 比那28個版本好多了 來的合理多 其實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其實絕大多數 跟民眾黨原本的版本 比較接近啊 民眾黨這次提的東西 都比較溫和 所以我就說 你最後國民黨的 在那邊打打殺殺 最後是替黃國昌作戒啊 雨萱 現在另外一個注意點是 我覺得民眾黨的內部 出現一個非常微妙的變化 這什麼微妙的變化 他們昨天不是在民進黨 中央黨部 也就是在北平東路裡面 辦個活動嗎 我不去真實說 你到底是八千人 八萬人 多少人 無所謂 可是你的YT上面的 直播數字是非常敏感的 直播的數字敏感裡面 是剛剛講的 糕點居然在館場 糕點居然在黃鍋上 居然到了阿伯的時候 整個腰斬了 不是啦 寶瑞哥 他們這個原本叫做 草根行動啦 我名字取錯了嘛 他就要變成衝頭行動了 黃國昌 衝頭 長阿桃 黃國昌作頭 為什麼會這樣講 一第一 大家都拿衝 對啦 理論上來講 現場應該是要人手小草 結果不是 全部跑到現場 他們號稱有八千人 警察調查出來 大概五千人左右 結果五千人裡面呢 你說 警察局是準的 被打臉了 警察局說只有一千人 沒有 四千人都拿衝 就是各位看到了 所以這個也沒說錯嘛 小草確實只有一千人 小草呢 就一千人啊 小草沒了變衝了 對嘛 就四千人都是為了黃國昌而來 你說雨萱你亂講 我們講線上線下好不好 線下這個東西不好說 動機這個難講 線上總騙不了人 跟各位講 他整個流量是這樣 原本大概六萬七萬八萬 結果一路衝到了高峰 這個總騙不了人吧 寶瑞哥你知道到黃國昌的時候 他能知道多少 到了十萬人 江峰快要最高峰快要十萬人 而且我們還是算主評喔 加加減減有一些旁邊的 亂七八糟的流量秤起來 搞不好超過十萬人喔 但怪異的事情來了 你說到底這場是國衝的行動 是衝頭行動還草根行動 結果寶瑞哥你知道 一路到了柯文哲之後 流量跌到什麼程度 多少 只剩兩萬九 我再講一次 只剩兩萬九 從十萬變兩萬九 十萬人變兩萬九 而且我在現場全程觀看的喔 我手機這樣一直看著喔 他是怎樣 十萬八萬 然後六萬 然後五萬 然後小草開始崩潰 怎麼可能 我們阿伯不會輸 為什麼到我們阿伯 流量都瘋了 上面不是講嗎 有人作弊 有人作首 這個在做 有人在做這個所謂的限量措施 限流啦 有人限流啦 但我各位坦白講 第一個啦 十萬人掉到兩萬九千人 你說限流對不對 一般人被踢掉 他會幹嘛 很緊張阿伯講話很重要 我馬上再點回來 所以流量應該要爬回來嘛 對不對 他應該要馬上爬回來嘛 結果沒有 也爬不回來 就大概三萬四萬 在那邊哭啊哭啊哭 柯文哲就在那邊哭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寶瑞哥 你說限流限流 我倒覺得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 這個十萬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今天這個十萬人 到底是真的假的 以柯文哲現在的人氣 他的旺度 就算加上黃國上的加持 有辦法拉到十萬人嗎 我打上一個問號耶 會不會是柯文哲 或者是民眾黨自己灌水 灌到碰烘被人家撩包 才瞬間銷烘 我也可以這樣合理懷疑啊 因為現在民眾黨的論述是說 嗨呀一定是這個唐公公 唐鳳出手了 唐鳳去限流我們 不過講白了 誰在乎你啊 你柯文哲現在哪有那麼重要啊 沒人在乎嘛 會不會是你自己弄出包 不知道 但你從喔 昨天就這個場子 最後結束的信信籃 到柯文哲今天的表情喔 這個叫一朗無遺 柯文哲今天去參加了總統的就職大典 你說今天 他在從頭到尾的表情耐人尋味 首先呢 柯文哲今天旁邊呢 圍繞著兩個人 一個人叫做王婉玉 你可以仔細注意到 柯文哲遇到這個王婉玉 被拍攝到鏡頭 有說還有笑 你看 話很多耶 然後很多時候阿伯是會討論說 你這官司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幫我處理一下好不好 我們的在野大團結 不知道在聊什麼 但柯文哲後面 還有一個人 更重要的人 但是他卻竭盡所能的 跟他撇清關係 眼神不敢交流 你猜猜猜看誰 因為高文哲 高文哲坐他後面 結果柯文哲 完全跟他臨接觸 甚至自拍的時候 那個畫面更好笑 寶玉你知道幹嘛嗎 高文哲拿著手機說 我要跟阿伯自拍 然後旁邊還有另外一個新竹縣長楊文科 就你知道阿伯做什麼動作嗎 一眼看都不太一眼 他是不要拍我 拜託不要拍到我 嚇死了 我都被殺到猿猿 我們兩個等一下一起進去 吐成室友 不要 所以阿伯離他非常非常遙遠 包括你看 高文安可以跟蔣萬安拍照 可以跟我們講張善生拍照 但偏偏柯文哲對他是人眼旁觀 理都不理他 非常的緊張 所以很顯而易見了嘛 現在在柯文哲心頭裡面 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最擔心的事情當然是 只要任何跟案件有關的事情 我都理得越遠越好 他會怕的喔 那當然嘛 所以現在嚇死了 那另外一個人反而意氣風發是誰 黃國昌 這一馬當先 還做都不用做 然後衝在五台上 站著 然後在那邊熊粥粥氣昂昂的 然後旁邊反而有一個人 人眼在旁觀他 這個人是誰 你知道嗎 林淑芬 林淑芬用那種鄙視的眼神 想說 競爭對手來到現場了 要來跟我搶富光搶美光燈了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現在在民眾黨 你從氣勢這件事情 政治的性是騙不了人的 一個人家圍起來 圍在那裡頭來來 不敢看人 不敢哀聲嘆氣的 一個雄啾啾氣的 連作者 眼睛都噴出這個 炯炯有神的火神晶晶 你就知道 現在誰才是老大 所以 董事長 這個政治太現實了吧 剛剛講到的 今天 柯文哲跟黃國昌 你們都在辦一個活動 以前你們動輒 都是十萬二十萬三十萬的起跳 結果今天 梁淑芬講到 現在在線上觀察的人數 最高到了十萬 怎麼到了柯文哲的時候 只在二點九萬 而且更好笑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柯文哲走了以後 開始大和尚 大和尚 大家唱歌的時候 人又回來了 我昨天聽了一個 民眾黨的好朋友跟我講 說在十萬八萬七萬很多萬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聽說還有IP從伊拉克來的 伊拉克 所以你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 網路上有很多的這個技巧跟花樣 因為他這個 本來這個 民眾黨有一位這個不分區立委 他是專門在經營TikTok 專門經營流量 這個流量是這樣子 跟人家講我不懂 那如果是要經營流量 有人可以操作 那應該在阿伯在柯文哲的時候 要衝到最高 那你怎麼會說 那個衝到最高的時候 阿伯來了以後 你給他降到最低 你不是給阿伯難看嗎 不是 他的目標 昨天這個場面的 是誰 是誰的場面 誰場的 是黃國昌的場子 黃國昌的場子 主要動員是黃國昌 可是我現在不懂 黃國昌現在奪權的味道 有這麼強烈嗎 民眾做主上面 阿伯沒有穿喔 其他人全部都穿著民眾做主 而且拿著衝喔 阿伯 屍骨未寒 人還在現場 你居然就 場子都變我的了 這就是黃國昌的問題 他為什麼不斷的在人員 不斷的換政黨 不斷的爬牆跳旗在這裡 他曾經是小嬰男孩 對 到今天變成落魄成這個 被落魄成追隨傅坤旗 這已經很落魄了 他從深綠 跑到現在到深南 這光譜那麼大 可是這樣 黃國昌跟阿伯 真的有那種緊張關係了嗎 阿伯的問題 應該這樣講 阿伯目前他就是民眾黨黨主席 他躺到土城去了 民眾黨還是他的 對不對 因為黃國昌他今天 先參加不分區民黨以後 才參加民眾黨 對 他跟民眾黨根本沒有淵源 他盤不過來嘛 他民眾黨不認識他 他沒有時間跟人家交往 他跟民眾黨一點關 所以他不要找館長嘛 昨天那個是黃國昌跟館長的場面 可是我把小草都變小蔥了還不行嗎 那個就是平常館長他們那邊打電動 還有黃國昌的一些粉絲嘛 黃國昌如果粉絲那麼強的話 那就選區立委就可以當選了嘛 為什麼要當不分區幹嘛 就不夠力嘛 就很簡單 黃國昌夠力就不要今天在那邊 在那邊每天下跳棋 每天爬牆嘛 辛苦的不得了 我認為 也不用追誰不分期 對 這個很倒楣 那問題是壞在哪裡 壞在今天以後 未來我估計兩個禮拜內 就會看到 台北地檢署的佛小攻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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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